还有这个图形者委员 那我让小弟我先提几句 就是我今天提的这个子女奉养父母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事实上我在民法 亲属边有相关的一些的规范 可是他并没有把它调文化 那我们也看到社会上最近有发生这种事情 子女因为用很多的理由就去养父母 那我这里所碰到的案子 比较多的案子都是说 比如说这个连长的父母 他上我之后再娶太太或者再结婚 这时候子女他会 他再娶之前子女就表达抗议要怎么样 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个威胁 说如果你再娶的话 我就不要养你了 结果就真的他再娶 他真的就不养他了 像这种事情其实发生事情还蛮多的 所以我这个法 基本上是参照新加坡的相关的法 那就说子女奉养父母法 子女有奉养父母的义务 那把它调文化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万一子女不管有什么原因 把他父母弃养的话 妻父母可以到法院去提告 那提告的时候那你说 那如果父母在小孩子小的时候 就把他有淋念有家暴什么之类的 只要父母能够提出这样的东西 他基本上就免责了 那你说那怎么奉养呢 这个可以从子女的薪水按照他的收入 然后肯养他的需要 然后扣一定的比例 就是由政府把子女的钱固定的收 收了以后就固定的给这个父母 这个法精神大致上是这样的精神 那我希望能够得到我们司法文会 这个要各位委员的支持 能够让这个法 这个法是得到跨党派 大部分的委员大家都非常支持 这样的法案 各位可以看提案委员 基本上有国民党的民进党的 有无党级的大家一起来 我们希望能够共同来推动 这样的一个法案 毕竟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的社会 这个现在老人都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希望说台湾的社会 这个未来越多越来越多的 这种老人被弃养的一个现象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简单的报告 请各位指教 请各位指教